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 从周五三日 展开他为期12天的亚太之行 8日将访问中国 进行第二次川习会 但中国的网络审查与防火长城都极其严密 推特 Twitter也被禁止使用 那这位可说是推特重度成瘾 老爱推文跟民众互动的美国总统 在中国的几天还能不能上推特呢? 据风传媒报道 空军一号上有独立的卫星通讯设备 上面的网速虽然不快 但使用起来自由不受限 而当川普离开空军一号时 随行团也会准备独立的通讯设备 让他能够自由连接网络 因此即便踩在中国土地上 谁都不能阻止川普使用推特的雅信 但美国记者可就没有总统级的待遇了 过去几星期即将随团到中国的记者们聊的话题 莫过于去中国该怎么上网 怎么翻墙 虽然白宫目前有安排在记者中心架设美国电信公司 川普的推特账号在周四二日被一名即将离职的员工 恶作剧的停用了十一分钟 川普在离开白 工钱还推文说 我的推特账号被一个无赖的员工拿下十一分钟 也许我写的东西终于广受关注且具影响力了 网络安全专家指出川普很爱在一些政策金正式管道发表前 就先在推特上爆雷 因此担心他的账号如果被害而乱用 搞不好会发出对北韩发动核武战争等推文 印发世界危机